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Freedom Sports为您所带来的2015全国城市足球联赛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百灵球场 要来欣赏的这场是国训队将要对上的是明传大学队的比赛 我是今天的主播郑鲜萌 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国训队是还没有出赛 而明传大学在第一场比赛里面 是0比2输给了皇家卫兰 那在今天两队的先发阵容如下 我们看到国训队方面 包括了徐毅这些非常优秀的球员都在阵中 不过像王瑞辰 亭阳这些国角职业球员 今天是轮空的 那今天这场比赛呢 当然明传队也知道他们将要对上实力不凡的国训队 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 他们是精锐进出 包括了黄楚轩 包括了李宗阳 还有陈嘉阳啊 这些呢 在大专联赛里面呢 都有出赛的选手啊 今天是悉数上阵 要来对抗强敌 那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在双方的衣着方面 在国训队方面呢 是身着白衣白裤 那另外一方面在 明传队方面呢 今天则是蓝白红相间的上衣啊 这场比赛呢 即将就要再稍后开始了 那今天呢 在国训队方面呢 他们的两位的箭头 我们看到了 是包括了 陈定伟还有萨宜君 比赛一开始 国训队呢 从右路开始进攻 在上半场里面呢 其实国训队的攻势 是比较来得猛烈的 现在看到第六分钟 国训队的角球的攻势 这球给进来 在进去那乱军之中 我们看到是张艺生的起脚 这一个球啊 当然在萨宜君方面呢 给这一个 所谓的自由球 这个脚球是给的相当的漂亮 在乱军之中啊 张艺生 这球是用右脚的脚内侧 来挂上脚 帮助国训队是取得了 1比0的领先 我们看到国训队 上半场自由球的攻势在起 这次是在右边路 这一脚的远射 结果可惜啊 是没有能够打在门框里面 这一球自由球呢 是由廖子豪所开出的 这一波的攻势啊 其实也相当的不错啊 只可惜呢 这球是差了一点 吃之豪里 那我们看到这时候 国训队从右边呢 开这个边线球 哇 这个球啊 有点可惜啊 在黄德豪方面呢 是自己停球停大了 反而是犯上一归 这个球是犯在了 陈定伟的身上 这个球啊 就是国训队持续在右边路发动攻势啊 造成对方啊 左边位的一个犯规 那在第36分钟的时候 在明传大学方面呢 是彭宏伟啊 从左边路要来发动攻势 而且呢 是跟李宗阳有个配合 但是这个球啊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呢 是被张艺生给抢了下来 张艺生在回追 结果回追的时候啊 张艺生自己犯规了 上半场在结束之前呢 我们看到这是 明传大学方面的黄楚轩的一脚 就在这一脚踢飞之后呢 上半场结束 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 在上半场里面呢 国家雏勋队 是靠着张艺生第6分钟的进球 是暂时取得了1比0 领先了明传大学 下半场呢 双方是一边在站 当然明传大学呢 也是会想尽办法 想要在下半场啊 封城掠地啊 想办法把这个失分呢 给追回来 第46分钟 明传大学右边路的进攻 小老虎增台林 这一个球 面对对方的逼抢 结果我们看到 小老虎增台林呢 这个时候被吹了一个半龟 而且是吃到一张黄牌 小老虎增台林呢 事实上啊 虽然说他是球员啊 但是他可以说是明传大学啊 也是他们的教练啊 执行教练 今天是率领着明传大学来出征啊 相当不容易 这个时候机会来了 第53分钟的时候 这一脚尝射 这一次的尝试啊 相当的不错啊 是黄楚萱 在外围的一脚进射 不过呢 是被朱良毅啊 给铺到了 可惜啊 在门前啊 是没有明传大学的球员 可以来补射 第75分钟的时候 国训队的反击 从右边路徐毅 这一次的传中球 传给左边路 萨宜军有个机会 门将出击是来不及了 这个进球呢 是帮助国家雏训队啊 取得2比0的领先 哇 看起来国家雏训队是情势大好 这球啊 萨宜军呢 利用对方啊 门将彭一凯 初级风鼓不及的一个状况下 射进了这一个小角度 相当精彩的一球 非常精彩的左右两边路的配合 不过比赛是要踢90分钟的啊 虽然说国家雏训队2比0领先 但是比赛现在才要开始 第76分钟 曾坦尼赢了这一脚传球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球 黄楚轩假动作之后 用左脚这脚起脚 哇 世界波啊 哇 这个世界波的也 把比分了改写为1比2了 明传大学看起来还有机会哦 但这球是非常精彩啊 从目测来看啊 最少是一个30码的开万 黄楚轩拿到球之后 先一个右脚 往右边的恒带 然后把球放到左脚啊 再来一脚进射啊 是打进的死脚 非常的厉害 但黄楚轩呢 本身呢 他在大专联赛的进球能力 也是备受肯定的了 他是大专联赛里面呢 明传大学进球数最多的一个球员 又是黄楚轩 这球回给之后 小老五曾台铃往进去那一带 这是一个经验球 哇 这个球呢 也是让对方的后卫啊 陈奕宏 是不得不出脚来拦阻啊 结果是造成了一个12码的罚球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呢 在明传大学方面呢 是有机会在三分钟之内 把比分给追平 结果这个12码罚进了 明传大学的这个12码 是由罗利浩所罚进 真的是风云变色啊 第75分钟的时候呢 原本国训队还2比0的领先 但是第78分钟 双方已经是战成了一个 2比2的平手了 你以为比赛就这样结束吗 还没有 明传大学还有继续的进攻 这球分右边路的机会 这一次右路的一个传中球 传得相当的精彩 我们看到左边路插上的李宗阳 是射进了非常关键的一球 明传大学3比2领先 李宗阳这名 曾经入选U23的名单里面的青年国脚 这一次是发挥他关键时刻的进球能力 是帮助明传是不可思议的完成了反超 但最后国训队也是持续的努力 但是最终的比赛 我们看到主裁判 即将吹响比赛结束的邵英 这场比赛最终的 明传大学就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明传大学最后是以3比2打败了国家除训队 明传大学在获得这场比赛胜利之后 他们整个积分榜上的状况 也来到了第四位取得三分积分 至于国训队方面 则仍然是寻求他们在这次联赛的第一个胜利 好的那这场比赛的精华就到此告一个段落 我是Freedom Sports的真谢梦 让我们一起热爱台湾足球 支持城市联赛